晚上9点31分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宗教传法并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说法 比如说这位卢盛燕呢 他就是利用画作来比喻人生 在信徒的面前是一边做话一边讲解 刷起画笔还有这么大的一张画纸直接摊开 但这信徒的面前卢盛燕要用他来说法 随性这个出现什么就算什么 说是随性做话还真的是很随性 白色的画纸上多了蓝色的大水塘 里头还有活动力十足的井离 周围还围着秘密的栅栏 这其中可有含义 家庭本身没有切口 那么在家里面有12条鱼 就是代表着这12条鱼 就是一年有12个月 也就是夜夜有余 卢盛燕用画作来祝福信徒 可以月月有余 财富天天不缺 最后还写下幸福满满四个大志 希望大家都能够知足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